让我们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作为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历年的官方活动之一 第15届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高峰论坛 于11月4号在Landmark剧场重磅登场 来自中美双方的影视巨头 针对电影产业的新科技与新趋势 中美电影产业合作之路 中美影视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享誉盛名的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高峰论坛 是目前最成功的中美两国影视合作的风向标 及业务拓展平台 11月4日 2019年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高峰论坛 在Landmark Theatre举行 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涛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景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负责人古国庆 美国制片人工会国际委员会主席Elizabeth Dell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王鹏举 美西编剧协会国际事务负责人Bob Antwoord 及中美电影电视产专家出席高峰论坛 当天论坛共有三场 主题分别为 电影产业的新科技 新趋势 中美电影产业合作之路 和中美影视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电影产业的新科技 新趋势论坛 由美国制片人工会国际委员会主席Elizabeth Dell主持 论坛嘉宾包括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负责人古国庆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 上海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腾俊杰 移动电影院创始合伙人兼CEO高群耀 美国鲁迪摩根电影集团总裁 奥斯卡电影制片人 中美电影节共同主席Andre Morgan 先锋传媒公司Tokyo Pop创始人 好莱坞制片人Stu Levy 对电影的制作和发行方式有什么新趋势 影视科技将给电影带来怎样的创新 5G时代到来 短视频VS院线电影 谁将胜出 以及面对电影产业的新科技和新趋势 电影人应该做好什么准备的话题进行讨论 中美电影产业合作之路论坛中 综艺亚洲区负责人Patrick Fritter 带领嘉宾引导嘉宾 对什么是真正的中美合拍片 中美电影合拍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中美合拍片在美国电影工业化体系中 遇到什么困难与挑战 以及中美合拍片中 如何更国际化体现中国元素等话题进行讨论 论坛嘉宾包括 华纳兄弟中国区总裁赵芳 中市美新创始人总裁张灵书 电影剧尺杀制片人Randy Greenberg 一条狗的使命编剧Bruce Cameron 一条狗的使命编剧Catherine Michonne 和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教授 The Movie Business Book编者Jason Esquare 第三场论坛主题为中美影视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讨论话题包括中美合拍影视作品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什么样的中美影视作品适合在美国市场生存 以及如何看待中美影视合拍的前景 论坛嘉宾包括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长 大唐辉煌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辉 美国制片人工会亚太地区事务总监Mariello Odell 艾美奖提名剧作家 著名制片人Steven Michonne 和Crystal Lake娱乐公司副总裁 剧作家Christine Torres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